哈喽大家好我是林冠 健康好生活有YouTube的官方频道咯 大家记得要赶快按订阅哦 那其实我们今天讲到冬瓜的话 其实冬瓜它大家知道全身都是宝 那大家就比较知道就是冬瓜茶 那其实冬瓜它本身是有一些药用价值的 譬如说像我们知道它其实有两个 第一个就是说它的那个 它本身有些消暑的作用 那里面的冬瓜籽呢 其实它有一个作用叫做 治疗小便灵 意思就是说尿道感染的时候 小便痛的时候可以这样处理 我之前有个病人他大概更年期 可是因为他上班族久坐 他夏天的时候就会很有这个 泌尿道这个反复感染的痛苦 所以他就有一次他就跑来跟我说 他最近一直反复好了又感染好了 他觉得不知道该怎么办 那我就跟他说你就去买冬瓜籽 那里把它煮水喝 然后去去做保养 那他就可以改善这个 泌尿道感染的问题 那第二个他有一个很好的用途 叫做去黄潭 我们之前都大家跟他分享过 风寒啊 透明鼻水可能用葱姜啊这些 那如果黄潭的时候怎么办呢 你就可以利用冬瓜籽 冬瓜籽它是去黄潭浓潭 这种发炎性咳嗽用的 那我们告诉大家怎么料理 因为有时候我们煮冬瓜茶 他又要加很多的砂糖 我们告诉大家怎么来消暑 或者是改善发炎 但是又没有太多热量 我们就准备冬瓜子五千 一颗罗汉果 罗汉果是天然的甜味 但是它不太有什么热量 对我们就称它为神仙果 所以你就是把它一起丢到 这个把它敲碎 罗汉果敲碎 然后放到水里面 用1000cc到1500 然后煮滚以后 转小火煮40分钟 就可以变成夏天消暑又保健的茶饮 还蛮好喝的 就是它微甜的那个微微的甘味 是罗汉果 然后冬瓜是帮忙利尿跟小水腫 对还有发炎 例如说你回黄潭 或者是小密闹到感染的人 你可以做保养 那小萱医师也要提醒大家 传统上的中医认为 瓜果类比较偏凉 真的是这样吗 的确瓜果是比较偏凉 那我先来讲一个案例分享 我以前之前朱萱医师 在医院的时候 有一天就是我在看诊 然后一个年轻的男生进来 他就是急性腰扭伤 然后呢 他就要我们帮他针灸治疗 那我们也要问诊 顺便看一下 需不需要开药这样子 结果呢 就发现这个小男生 他是比较胃肝的体质 他就小便很贫尿 好 然后就聊了聊 然后他就说 他昨天晚上就是跟老婆 分了一颗西瓜吃什么 好 那我们就帮他治疗结束 然后就回去 一个礼拜后呢 换另外一个人来 也是急性腰扭伤 然后呢 我们就一样要帮他治疗 然后就聊了聊的时候 他就聊的过程中 这个人也是比较偏寒的体质 他也是聊到说 我昨天跟家人 我们一起吃了一颗 因为夏天很热 我们吃了一颗西瓜 然后我们就会发现说 有时候临床上 你会发现 有时候跟病人聊天 你会发现一些有趣的事情 那刚好这些人 是比较凉的体质 那为什么我们讲说 凉的凉的体质 如果你是凉的体质 为什么寒凉的东西 不要在晚上用 尤其是像有些长辈 他就已经很平 你要睡不好 如果晚上吃凉的东西 你阳气又不够 你就可能会睡得更不好 所以你要吃这个食物的属性 你要跟你的体质去搭配 那其实我们常常讲说 食物有分五性嘛 有热 温 平 凉 寒 那其实热性你也知道说 我是照热的体质 我就不要吃那些 容易上火的东西 像肉桂 羊肉 然后如果是我今天吃大寒 我就很味寒的体质 我就不要吃这种 吃太多的瓜果 我可能会让我更凉 但是你可以另外一个 来利用这张表格 是说假设我今天是热性的 我在发炎的时候 我就可以利用寒性的食物 来缓解我的发炎 如果我今天是很冷很冷的体质 我在冬天的时候 比如说像长辈 有时候太冷睡不好 我晚上是不是可以喝一点肉桂茶 让我自己比较好睡 那所以你自己就是知道说 你热性体质要避开 但是你可以利用这种食物的属性 来帮你身体做调整 那如果你是一般的人 比如说温性你就选 比如说有点微冷 你又没有到那么冷 因为现在人体质 常常喜欢问中医师说 我到底什么体质 其实现在人体质是很复杂 它没有办法单一 它都会可能含热夹杂 所以你可以如果说 你又容易上火 又有点怕冷 那你现在可以选择温性 那一般人平性就是绝对没有问题 那良性的 是不是比如说像现在夏天季节 你又我们怕有些女生 原发性痛劲 你不要吃太冷 可是你又热怎么办 你又吃一点点良性的食物 其实可以去做这样弹性的运用跟搭配 嗯